心脏是人体第一个启动的器官 也是最后一个停止的器官 没有任何器官像心脏在人类的社会中 有那么丰富的意涵跟表达 它曾经是爱 情感和灵魂的中枢 最重要的 心脏是生命的引擎 心脏如果停止了 生命也就停止了 那也未必 如果你有一个人工心脏的话 提到人工心脏 大家会不会想到 钢铁侠Tony Stark胸前那个核能驱动的 闪闪发光的金属心脏呢 很显然 在大家能够接受 胸前有一个核反应堆之前 人工心脏暂时不是核能驱动的 绝大多数时候也不会闪闪发光 但确实 人工心脏是个非常复杂的积电系统 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代替心脏 维持重要器官的循环 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人工心脏植入 是在1966年 伟大的心脏外科医生Debeki和Leota 为一个濒临死亡的墨西哥女性患者 植入了一个人工心脏 在那个时候 大家都觉得这个患者死定了 没药救了 于是死马当活马医 但是没有想到 在十天之后 这个患者竟然康复了 于是我们知道 人工心脏在解决的 不是让生活能不能变得更好的问题 而是在解决有没有生活的问题 人工心脏听起来像是一个来自未来的概念 但其实这个技术已经发展了五六十年了 在最早的时候 工程师觉得 如果要像心脏一样泵血 那一定要像心脏一样搏动 就像最早的时候 人类以为 我要飞 一定要像鸟一样的拍动翅膀 于是呢 第一代的人工心脏 就是通过体积的改变来驱动血液 这也是刚刚世界上第一个病人使用的人工心脏 但是这样做出来的人工心脏呢 因为它的可动部件很多 所以体积很大 机械的可靠性差 而且在人工半膜的位置呢 还容易长血栓 后来工程师就想 我要飞 不一定要像鸟一样拍翅膀 我只要了解空气动力学 螺旋桨也可以上天 所以呢 如果要驱动血液 我通过一个旋转的液轮 像涡轮发动机那样子的 也可以驱动血液 而且呢 我还可以在更小的体积 产生更高的效率 因此呢 第二代的人工心脏 就全部采用了这种旋转液轮的结构 那也就是平常我们看到像水车 还有家里的水泵那样子的一个装置 但是呢 这种旋转的结构 和它的静态的部件之间呢 一定有一个机械的接触点 会产生摩擦 那不只会发热 而且它会阻碍血细胞的流动 很容易造成血球的破坏 我们称这个叫做血液相容性 血液相容性不好 那为了要改善这个血液相容性呢 工程师就用了磁悬浮技术 我把这个机械接触点打开 那让这个旋转的结构呢 能够悬浮在整个壳体之中 血液就可以顺畅的流动了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两个我们正在做的工作 可以看到呢 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工心脏 它们的不同的设计理念 还有技术方案 有一个直观的对比 这是一个外挂的人工心脏 它核心的泵装置在体外 不在胸腔里面 我们在这个人工心脏里面呢 用了刚刚提到的磁悬浮的技术 大家知道 旋转的夜轮和泵壳之间 只有不到0.5毫米的距离 也就是几根头发丝的这个距离 我们每秒钟呢 要以超过16000次的频率 把这个夜轮的位置传回到控制器 再通过一系列的控制算法 控制电磁力的大小方向 还有响应方式 才能够让这个旋转的夜轮 在壳体之间 稳定的悬浮起来 那即使受到外力撞击 例如说救护车的一个震动啊 或者是受到突然的撞击力啊 那夜轮都能够保持稳定 但是这还不够 我们的夜轮呢 以每分钟两三千转的速度 在壳体里面转动搅动血液 叶片的尖端 会对血细胞产生减切力 搅动的过程之中呢 会产生涡流 或者是一些流动的死区 这些都会伤害血细胞 或者是形成血栓 于是我们就通过 计算流体力学的技术 不仅从宏观上面去计算 整个人工心脏的流量 还有压力 我们还会从围观的层面上 看到每一串血流 里面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条流线 它是如何经过人工心脏 有没有卡在哪里 有没有受到过高的力 那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让整个血液 在流动的过程之中 变得很顺滑 第二个人工心脏 我们称之为介入式人工心脏 它非常的小 像一个笔心那样子的大小 它可以从这个腿上的血管 送到心脏里面去 最特别的是 它有一个像雨伞一样 可折叠的结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它在介入的时候 收折起来 体积变得非常的小 它的创伤就变得很小 伤口也很小 然后送到心脏里面的时候 它可以展开 旋转 驱动血液 通过更大的体积 推动更多的血流量 但是呢 折叠的结构 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首先我们会需要一个柔性的液轮 在它旋转的时候 足够的硬 足够的强韧 但是在收折的时候 又要足够的软 这给材料学家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那更别说不只有液轮 我们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机械结构 需要配合收折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求一堆材料 要外表强大 内心柔软 当然也别忘了 刚刚提到的流场的优化 血球破坏的问题 通过以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种人工心脏 非常的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要做两种 不同类型的人工心脏呢 以前我在德国留学工作的时候 我看到欧洲人的厨房里面 切肉有肉刀 切鱼有鱼刀 香蕉苹果有不同的水果刀 但是在妈妈的厨房里面 中式菜刀 它可以用来剁肉 剁菜 剁骨头 还可以用来教小孩 一刀切能做到吗 可以的 但是在所有的场景下 它都是最顺手好用的吗 那倒未必 对于菜刀 我们可能都有个人的偏好 顺手就好 但是在生命支持领域 其实是没有这样子 one for all 一刀切的产品的 这就造成了一个为难 就像刚刚提到 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工心脏 外挂人工心脏 为了要求卓越的血液相容性 使用了磁悬浮技术 而介入式的人工心脏 要求极致的小型化 非常低的创伤性 就不适合用这么复杂的电磁系统 因此需要妥协 它的使用时间 所以说 每个工程师 在自己的领域里面 都希望能够optimize 但是对于人工心脏 这样复杂的学科来说 我们最常做的 其实是在compromise 在不同的学科之中妥协 即使是单一个产品 像外挂的人工心脏 我们磁悬浮工程师 会希望呢 这个液轮跟泵壳的间隙 能够越小越好 因为这样有更高的 电磁系统的效率 而我们的生物力学工程师 会希望这个间隙越大越好 因为这样呢 可以有足够的空间 让血细胞流过 这就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妥协 因此我们其实需要 针对不同的使用场所 是在ICU里面 还是在救护车里面 不同的患者类型 高矮胖瘦 以及不同的使用时长 来决定什么是最合适的设计 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跟大家分享几个 使用了外挂人工心脏的患者 这个女生 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 得了心衰以后 吃不下睡不好 住进了ICU 两个姐姐都在等她回家 这个男生 他之前的两个孩子都咬折了 他是父母唯一的希望 这位先生 他是一个钢琴教师 在ICU里面的时候 他每天还在自己的腿上 不停地练钢琴曲 我们这些患者 有得很年轻 只是因为一些突发的疾病 发生了心力衰竭 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 连用力大号 都可能因为心脏奏停 需要被抢救 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在使用了人工心脏之后 很多这些症状能够获得缓解 他们有可能康复 有可能成功地等到移植 像这位先生 他是我们生命的斗士 在进手术室的前一分钟 他才还在安慰自己的医护人员 他出院以后 在中秋节那天 给医生发来了这样的短视频 他已经能够自在地跑步了 这些患者 有很大的机会 在有了生命支持设备以后 能够健康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 在中国 很多高端医疗设备 特别是急重症生命支持类设备 是一片空白 或者是完全仰赖进口的 这次新冠疫情 让ECMO 也就是人工薪加人工肺 给大家所熟知了 他们也被媒体称之为 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是这样的技术 只能在顶级三甲医院 或者是高端医学中心能够获得 病人要么等不到 要么用不起 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我相信 科技应该为人 也只应该为人服务 才有价值 现在我看到我们的病人 他们不再是病人 康复出院以后 他们对自己美好的明天 充满了想象 还有期待 这都让我觉得 自己做的工作很有意义 我们还有一个病人 是心脏科医生 他康复了以后 可以救更多的病人 这样的帮助能够延续下去 更多的生命 也能够延续下去 所以现在虽然疫情 战争 还有各种别人家的故事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过得很焦虑 有一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 但是我建议大家 每天闭上眼睛之前 告诉自己 无关生死的事情 都是小事 只要努力了 就很棒了 因为你看到我们这些病人 他们如此的努力 只为了活下来 你就知道 其实活着本身 就是一件极度幸运的事 如果大家在人生的交叉路口 觉得有点迷惘 不知道该如何做决定 我推荐大家 问自己两个问题 一个是 如果我还能再活一百年 我会做这件事吗 第二 是如果今天是我的人生中 最后一天 我会做这件事吗 如果两个答案都是肯定的 就去做吧 对我来说 人工心脏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虽然研发很困难 我们又想要挑战 世界级的技术 从设计 到开发 到制造 一次次的失败 其实都是一个 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绝望的黑夜 但是我觉得 人生最可怕的 不是绝望 是后悔 活着就不要后悔 所以感到绝望 又怎么样呢 有什么可怕的呢 反正我们还活着 就算绝望 我们只要不停地走下去 人生就还有无限的可能性 虽然现在的技术 还没有办法让我们人定胜天 还有很多遗憾 还是会发生 但是我希望 未来的有一天 人工心脏 能够代替我们自己的心脏 成为人体最后一个停止的器官 科技能够真正挽救生命 只要你想 心脏的引擎就不停 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的 去创造 去体验 去爱 一定要 订阅